歡迎收看台灣真善美 我是胡凱淳 俗稱香草的香甲蘭 是世界上價格僅次於番紅花的香料作物 台灣過去幾乎全養賴進口 但在南投埠裡 有一位甜點師傅魏仲林 種起了這少見的香甲蘭 一開始因為栽種技術不成熟 落甲率高達五成 但魏仲林沒有放棄 繼續加強肥料管理 讓落甲率降到百分之一 他還不斷研究香甲蘭的加工乾燥技術 用台灣土生土長的香草籽來做甜點 從種植到加工 打造香草一條龍產業 希望能發揚台灣本土的香草文化 透過鏡頭帶來認識這香料界的黑金 看它底部這邊大概有一點變黃色了 那就代表說它已經整個果甲都成熟了 長條形的果甲 乍看之下像是四季豆 其實它要價不費 發酵乾燥貨的果甲 每公斤價格高達三萬多元 是世界上第二貴的香料作物 香甲蘭 最貴的香料植物叫帆紅花 那這個叫香料黃色是第二貴的香料植物 那它第二貴的原因是因為說 它所需要的時間跟成本還有人工都非常的高 所以會導致說它現在一個國家在市售的價格大概在兩百多塊 早期香甲蘭是貴族才吃得起的頂級香料 原產地在墨西哥 其實俗稱香草的它不是草 而是一種藍科植物 它是墨西哥種的坡本哈根 它性耗爬藤 攀爬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整個 它都是依附在我們中間的一個水泥柱在攀爬 焦貴的香甲蘭很怕下雨 必須種在溫室裡 主要可以避免它染病 那因為其實下雨啊 就是會帶很多像碳菊病啊 根腐病啊 像這樣子的病菌 那這個植物它就會 就是容易受傷嘛 南投埔里的這片香甲蘭園 枝繁葉茂結石類類的國家 是魏振林努力了六年的清血結晶 原本在台北當資訊工程師 因為媽媽的一場病 她決定辭職返鄉全心照顧媽媽 那時候好不容易媽媽照顧起來以後 就開始思索自己的未來 那也跟著才想說 要不自己喜歡甜點 那就從甜點開始著手吧 媽媽恢復健康後 魏振林決定留在埔里 本身是甜點控 為了一元夢想 她開了一家甜點店 還一邊當農夫 種起做甜點常用的香甲蘭 一邊做甜點 然後那時候又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很利類的東西 能夠在台灣好好做推廣 所以才那時候也藉由唐哥的一句話 那就是想要撕著栽種香草甲蘭看看這樣子 但這個決定讓保守的爸爸非常不看好 普通人農民三個月沒有收入的話 他已經受不了了 何況我們這個要超過四年都才開始結果 塞的時候讓他要五年 這麼長的時間都沒有收入 即使爸爸不看好 他還是堅決要走這條路 但一開始缺乏栽種經驗 導致第一次結果甲 落甲率就高達50% 讓魏鎮林相當沮喪 當時香草在栽種的過程 那落甲率那麼高 然後收成的方面又那麼低 其實曾經會質疑說 自己的決定是不是正確的 我的個性是比較不服輸的 那當初做了這個決定以後 當然就是想盡辦法去改善它 即使碰到困難 絕不親人放棄 他積極研究國外飼料 努力克服落甲率高的問題 落甲率高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說 它裡面的肥料管理 沒有到位 所以它其實要補充很多 就是它果甲 它在結好 就是它授粉完成之後 它的肥料管理要馬上跟上 這個其實是那個義太肥 那我們主要是要補充它的蛋鈴甲 我們這個葉面肥 就是希望說它每一節的氣根跟葉子 都能夠吸收到養分 它也在醋物根部 施灑有機肥 我們用的是這個黃豆婆跟屁麻婆 那它去發酵製成的一種有機肥 不斷調整肥料配方 讓作物充分吸收營養 落甲率從50%降到1% 它還用千叉法自己育苗 我們這邊大概育了7000處的苗 是我們今年要擴大種植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自己育苗的最大好處是 我們這邊大概有幾個品種 它可以避免品種的那個混淆 其實千叉苗它的那個植株它非常的健壯 它栽種的時間也比較能夠比較快就能夠開花 突破栽種瓶頸 魏震林讓外來的香夾蘭在台灣落地生根 原本最不看好的爸爸 現在成了最支持它的人 每天都會到園子裡幫忙照顧作物 以前這個貓貓吻吻吻吻 比如說我們那個路過山步的人講 它能開種撈核啊 出地南那個撈核啊 現在這個有幸運 因為長出來看到成果了 我們會先做分級 就是長的跟中的還有端的 大概先分三級做處理 不只種香夾蘭 魏震林也自己做香草夾 採收下來的果夾分類後 得先用攝氏60到65度的熱水沙青 沙青的作用就是在讓它果皮 跟它的那個果肉停止生長 然後讓它的那個 裡面開始產生霉觸反應 然後它這樣子 種子裡面才會開始 產生那個發酵的一個步驟 其實在香草夾裡面 它有11種氨基酸跟 100多種的維生素 那它的香氣 有氨基酸 轉換成那個香草泉 這是它那個香氣主要來源 其實把它這個布包起來 最主要是要讓它的熱氣不會散失 讓它在內部發酵會更有力 進入發酵階段的果夾 前十天得每天日曬三小時防止發霉 這一段發酵過程其實很容易發霉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快速脫水的一個動作 那讓它初期這十天 它水分要脫掉20% 讓它果皮能夠呈現一個黑色 日曬後的香草夾還得硬乾三個月 在漫長的過程中 每天都得替它們整形 這個階段已經能聞到淡淡的香草味 像這種比較彎曲的 要把它再慢慢拉直 那另外就是檢視它的那個果夾 它的水分飽滿度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我們會在裡面 去推擠它的種子 然後讓它的種子 它的那個發酵的狀態 會更加速更快 硬乾發酵的香草夾 得再催香封存三個月 才能取出香草籽使用 耗費人力 製作時間長 也是香草夾價格 始終居高不下的原因 得來不易的香草籽 散發的香氣細膩高雅 帶有微微的甜香 又像奶油般溫潤 可以提升甜點的風味 以工匠精神用獨創的幻彩技法 魏震靈將一顆顆巧克力 變身成一個個神秘的宇宙世界 它難在要去構思一個整個畫面 然後把這個畫面融會貫通 然後並且運用不一樣的顏色 去把那個宇宙的那種神秘感把它補齊 甜蔥的內餡用的是國杏香特產黑咖啡 再加入自己製作的香草籽 讓風味和香氣更加昇華 搭配酥脆的餅乾和榛果碎片 營造出流星魚的感覺 我這一顆把它稱之為流星魚 那它上面這邊有一個黑色的山 跟深黑色的海 那在滿天的星空中降下流星魚 台灣撥粉種的香草夾 也很適合添加在布丁裡增進風味 它的香氣帶有木質 焦糖 然後又帶有一點那個 比較厚重的那個焦香味 那比較適合我們這種 它是傳統的那種烤布丁 原料簡單 沒有多餘添加物的烤布丁 奶香濃郁 綿密Q軟 看得到一顆顆香草籽 多了甜香味 口感層次更豐富 來儘管選 謝謝 自己栽種香草 用台灣土生土長的香草籽製作甜點 其實在魏正林的心中 多年來一直有個香草夢 能夠把香草 台灣香草 發揮到一個極致 這是我希望說在我人生裡面 能夠持續不斷的精進 那永無止盡的一個奮鬥 這一間甜點店 就是它發揚台灣香草籽 文化的起點 也是凝聚家人情感的原理 媽媽只要一有空 就會來店裡幫忙招呼客人 剛開始做的時候 有些時候是過年的時候 它是都是要做很多 因為過年人會很多 所以有時候就做到三更半夜 我們當母親的當然就會很心疼 但是也是沒辦法 我們多少就盡量去幫它 從甜點走進農業的世界 魏正林選擇了一條困難的路 儘管栽種香草籃 一路走來跌跌撞撞 但它沒有被困難擊倒 終於打造出一條龍式的香草籃產業 人生滋味也像巧克力般 苦盡甘來 魚運無窮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在桃園楊梅有一家香皂工廠 全台灣有四到五成的飯店香皂 都是他們代工的 每個月產量高達一百多萬顆 在第三代李國珍接手後 開始逐步更新設備 增加產能之外 為了擺脫代工低價競爭的命運 還發展自由品牌 用爺爺當初創立的老牌子 在迪化街上開了一家實體店面 希望把大稻城所承載的歷史文化 傳遞給來到這裡的遊客旅人 為老造廠走出一條崭新的路 塑形而成的長長造條 經過裁切 在低溫打印 一塊塊香皂附續完成 而在桃園楊梅的這家工廠 是全台最大的飯店香皂代工廠 吃占率高達四到五成 每個月產量一百多萬顆 我們一個月大概是六十噸到八十噸 左右的燥機 對 那像這台機器大部分一分鐘 大概它打印的動作大概三十分鐘 所以一分鐘大概 垂成的一百顆香皂左右 一般小香皂來講大概一百萬顆 長下小香皂 那大顆香皂大概四五十萬顆左右 即使是旅人一次性使用的小香皂 原料也相當講究 盡量不要傷害環境 我們盡量添加一些比較 屬於天然的一些 有機的一些原物料 那就是說本身香皂來講 對整個環境來說也比較友善 它不會造成環境的一些負擔 國外進口的棕櫚油造機 加入橄欖油 乳木果油和精油等原料 調質而成的配方得經過充分攪拌 主要我們會透過師傅 他們捏的一個狀況 去了解這個每一批的那個 造的原料的一個乾濕度 那主要聞是聞它的 本身香皂的一個氣味 是否達到我們這個品質的標準 那就是透過每個師傅 他個人的一個經驗值 對 他每個經驗值 如果說香皂 它也不容易太軟或太硬 所以適中是比較好的 皂塊形成後經過兩道輪壓 讓香味及顏色再次充分混合 再透過兩段式真空壓縮機 抽取多餘的水分及空氣 真空壓縮機的功能 主要是把香皂裡面 多餘的水分跟工具把它抽掉 所以香皂本身的它的那個 緊密度會比較紮實 所以耐用性會比較好 對 就是跟手工皂的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熟知香皂每個製程 香皂廠第三代李國珍 從小找有空就得在工廠裡幫忙 原本在美國工作 在父親的期盼之下 2005年返台接手家業 從小就一直用香皂 幫忙家裡做香皂的一些事情 所以對香皂來講 我們有一種就是 一種特殊的一些情感在 對 所以才會選擇說 畢業之後能回到家裡來幫忙 當初他們在美國讀一段時間 我也跟他們說 你們要的話你就要回來 不管你現在讀什麼寫什麼 總是有一個工廠一個基礎的話 你把它浪費掉是要可惜它 他們也有接受我的小學 先慢慢去做這個工廠 其實身為第三代 接掌工廠李國珍並沒有直接進入管理階層 而是從基層做起得熟悉所有作業流程 前一兩年我父親也希望說 我們不是讓人家認為說 我們只是空降部隊 對整個生產流程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剛出現前兩年 我們也是在 像你剛剛拍攝到的像腳料的部分 我們也都有參與到 或是說現場的包裝的部分 我大概弄了大概快兩年左右 畢竟年輕一代 管理思維跟老一輩不同 他一改父親作風 制定SOP讓員工有所依循 那是我們剛回來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能透過一些 一些標準式的一些標準化流程 去規範一些事情 可是變成說一些老員工 可能他們會覺得 之前為什麼都不用 那現在又需要這些配套 傳承了三代的香造廠 創辦人李水土在70多年前 收購了日本人的造廠 後來成立自己的品牌 除了生產香造 也推出洗衣粉和洗衣膏等產品 在民國50年代達到頂盛 早期那時候剛剛光復的時候 我聽我爸講說 要買我們的灰灶都要來排隊 那時候只有收音機 那時候比較沒有電視的時候 都是收音機 收音機都比較本土化 有些咖啡店市場對不對 他們都是周遭的人在買 所以比較人情土情 他也不會想說 我要有進攻的什麼 那時候品牌比較少 那時候生意比較好做 但在電視普及後 不敵同業的電視廣告站 第二代接手後 重心逐漸轉向飯店代工 那一段我接的生意 大概前十年 應該都是做這個生意是比較好 比較保守 大廠看不下去就這麼做 李威信深耕飯店市場 拼出五成市戰略 但民國90年代之後 低價競爭加上中國 東南亞業者相繼加入 瓜分市場 經營越來越吃力 那後來一些賣的人 越來越多 那越來越多的話 就能夠想說 價格會競爭 結果我剛才接觸發 飯店市場是 耗材的東西 他只要便宜 他不管什麼品牌 所以就那時候 一段時間有一點辛苦 為了提高競爭力 第三代接棒後 逐步汰換更新設備 就像這一台低溫打液機 打液機的部分 就是我們透過這個 零下指揮度器 所以你看到模具上 本身它就有白白的部分 就是屬於結冰的部分 所以主要零下指揮度器 是因為讓香道 表面的比較 打印出來的話 比較光滑 比較亮麗 對 所以你看這個 表面的部分 就比較沒有一些 毛邊的部分 三年多前 工廠也引進自動包裝機 不僅產能大幅提升 也減少人力支出 它這一分鐘 最快出大概是200包左右 那主要的 它的包裝的一個 一個能力來講 就是說它包的比較精準 損耗比較低之外 我們人事的部分 也可以比較少數 比較降低一點 因為之前早期 我們設備大概 這種設備比較傳統式 大概有四台包裝機 那現在我們只要用一台的包裝機 就能比四台的包裝機 如果以小哥相對 一天產大概十萬包左右 有 主要我們是會看一下 它包裝袋方面的一個 風口的部分 有沒有透過溫度的部分 有沒有把它黏合起來 確保說客戶拿到的時候 不會說這樣整個就很容易 就打開 對 變成空包 工廠裡還設有開發香皂的打樣式 可以依照客戶需求 研發新產品 建立深遠的夥伴關係 基本上我們就是 客人如果提供的樣品 給我們有時候會需要去仿樣 那我們現在就是 能達到客人的一些需求這樣 所以我們在 就是不管在喜感方面 或是香味 或顏色的部分 盡量做到客人的要求的標準 每批香皂原料或成品 也會逐批抽檢 送實驗室檢驗 確保產品品質 主要我們這間實驗室 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基本的一些 針對香皂的PH值 還有香皂的一些水分 還有一些油力鹼油力酸的部分 那如果說像有一些比較 菌種的部分 我們會委外做一些檢測 算在飯店香皂代工市場 李家已經是一方之霸 老工廠也要不斷的追求成長 畢竟長久以來做代工 竟能落入和同業競爭的價格戰中 利潤有限 想走出代工以外的另一條路 李國珍決定要朝向自由品牌發展 我們進入通路大概這三年左右 對 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我一直個人認為 如果做代工來講 都是屬於人家的東西 那做自己品牌當然是辛苦 初期來講一定是比較辛苦的 可是我覺得時間的累積 那可以造成品牌的一個堆疊 那九十九十這個品牌 就慢慢就會讓眾人就會知道 巧手一折一折包香皂 就像在包小籠包一樣 李家自由品牌的香皂 走的是精緻路線 每一顆都得用人工包裝 我們有四位工作人員 經過每一顆香皂都透過他們的 手跟眼睛的部分 去把香皂整個表面的一些光滑度 跟毛邊的部分做一些地道處理 所以你看它這個包裝 全部都是用手工的方式去包裝 這個一般機器是沒辦法包裝 因為它整個香皂的造型的一個關係 所以只能透過人的方式去包 工業復古風的設計 融合機械香皂的現代感 和老街的懷舊氛圍 為了充分傳達自由品牌的理念 讓更多人認識 李家在迪化街上開了一間實體店面 我選擇在迪化街 其實道理非常的單純 就是因為其實爺爺 其實就是在迪化街 大到神做起家的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回歸爺爺的最初的發源地 就在迪化街找一間店 在做一個重新出發的一個乾營店 以第一代創立的品牌 作為自由品牌再出發 店裡至今仍保留著當時的製造設備 這個是一個馬達 這類似的馬達一樣 有後車用的馬達 把它把蒸氣 把它經過一些過程裡 把它的水分讓它烘乾 它乾了之後再變成沙裕出來 這個是一個以前日本的一個設備 還有這一大面香皂牆 成了店裡熱門的拍照地點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做香皂 那我們講說我們就做一個裝置藝術 就是把整面牆都是用香皂把它鋪起來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遊客 來到我們這邊的店的話 其實跟他解釋一下說 這個是香皂 他們就還滿有興趣的 目前店裡有三分之一的客人 是國外觀光客 水體店面的經營主要是有 李國鎮的弟弟李國榮負責打理 第二代其實做的是代工為主 老實說我們並對品牌這一條路 非常的陌生 對 那我們其實 我們家的小朋友 也沒有一個是做跟行銷有關的 一個背景 所以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其實也是滿辛苦的 我們也是慢慢透過一些 長輩的一些建議啊 或在做東學 其實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才大概知道說 其實真的做品牌 真的不容易 從富有歷史文化的大道城出發 自由品牌的產品 也結合在地文化 用艾草 紅梨和黑炭等 本土作物入造 飯店香皂代工王 在第三代接手後 跳脫傳統的代工思維 自由品牌的路 雖然不好走 但兩代齊心努力 要重新擦亮 走過70年的浪牌子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一場大病 改變了台南歸人 女青農許子山的人生 也打開了她的有機世界 養病期間 為了讓心情保持輕鬆 她選擇踏進身體 可以負荷的有機農業領域 後來轉而投入有機樹木葉 在有機的農地上 採取自然放養方式 低密度飼養台灣本土雞種 飼料全部自製 85%是有機認證的玉米和黃豆 也是目前台灣唯一的有機土雞蛋 儘管土雞產蛋率 只有一般蛋雞的三成 平均每三天才能產一顆蛋 但他仍種植不重量 堅持保有動物福祉的飼養初衷 吃飯了 吃飯了 快點 快點 吃飯時間到了 一聽到許子山的呼喚聲 小雞們全擠了上來 爭先哄後 吃著他精心準備的營養大餐 這裡面的成分有有機的玉米 有機的黃豆 然後一點點鹽 還有可可粉 主要是要讓它下蛋用 然後一些些很微量的 微量元素在裡面 就這樣子 他們食慾好得很健康 他們如果生病 假設如果生病的話 會沒有食慾 而且最主要是看他們有沒有搶食 他們如果搶食 搶著要吃 這就代表他們狀況很好 活動力旺盛的土雞 體型比一般蛋雞小 較能適應台灣的氣候環境 它這個品種是屬於台去蛇號 是我們農委會去產試驗所 在全台各地 然後所保種下來 它的品系比較像是台灣的土雞 種植也會細緻好枝 但只是說它會比較小枝 但是它是土雞 所以它的耐熱性跟抗冰性都比較強 一般蛋雞是一年 那土雞是它的下單率低 可是它幾乎可以到 產蛋兩年是沒有問題的 吃飽喝足了 這裡還有小雞的運動場 讓他們能自由奔跑著食 有雞的法規的規定就是說 前色每平方公尺只能養六隻 戶外試養地 每平方公尺只能養四隻 而且你戶外試養地 你還必須要輪流放牧 來維持地利 戶外試養地像我這樣的 我還是有種一些木樹 要賣 然後讓它自然著食 所以因為我必須這個戶外試養地 我也提供8%的有機蔬材料 捨棄格隆飼養 回歸阿嬤時代的放養方式 許子山的牧場 不見蒼蠅飛舞 也聞不到雞糞臭味 所有的雞汁都養在有機認證的農地上 我們整個禽舍都沒有水泥地 包含就是禽舍裡面到放牧地 都沒有水泥地 然後完全都是搭建在有機的農田上面 所以說就是說我們的糞便落地 四個小時就會分解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是採竹子的建築 也就是說我們就是在地的竹材建築 那它的好處是它的降溫會很好 在禽舍的規劃上融入環保的理念 打造讓雞汁快樂成長的環境 動物福祉一直是許子山 從事有機畜牧業以來最重要的考量 當然它是放牧的 所以它維持動物福祉 那飼料來源也非常有趣 所以那個雞蛋的口感會很好 會非常好吃 那雞肉口感也會非常好吃 對於怎麼養雞 現在可以滔滔不絕 但許子山其實是氣管系畢業 非本科出身 會踏入有機畜牧業 全因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 26歲的時候脊椎椎盤萎縮 突然間病發 那所以就變成說 一下子就是也沒有辦法做 也沒有辦法站也沒有辦法躺 其實非常疼痛非常痛苦 所以那個時候只好把工作辭掉 養病的期間要讓心情保持輕鬆 他選擇踏進身體可以負荷的 有機農業領域 運用念書時在生物科技公司打工 學會的食物發酵方法 自己製作有機肥種菜 一把有機蔬菜能賣30元 卻讓它入不敷出 慢慢地經營三四年之後 會覺得說其實有機蔬菜的產值不高 我意思是說還是會有虧損 然後剛剛我們也有養雞 所以知道說那我已經在種菜方面 已經是有點成熟了 我會覺得說那我想更進階 然後來試試看來挑戰看 有機的雞蛋跟雞肉 這是紅豆的原粒 原粒之後我們粉碎以後 然後再熟化 他決定挑戰飼養難度 較高的有機土雞 連飼料的成分組成 都有嚴格規定 最重要的是 有機的玉米跟有機的黃豆 玉米跟黃豆的比例 現在才占了80% 如果是產蛋雞的話 還要8.5%的可可粉 因為為了要產蛋 那這個是我們的發酵液 在飼料中加入有液菌 許子山也將發酵原理 應用在飼料的製作 這也是雞粉落地後 能快速分解不產生臭味的原因 我們的飼料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第一個 一定要全部都有機驗證 就是玉米跟黃豆要有機驗證 驗證完之後我們要自製 然後而且是我們是熟化 玉米黃豆都熟化 熟化以後再加入菌種跟可可粉 然後去做調製 那不同的比例 哈囉 小美女 你這邊有吃飽嗎 來 借過一下我撿個蛋 還蠻漂亮的 但細心呵護飼養的有機土雞 產蛋率去不高 平均三天才下一顆蛋 牧場每天大約產400顆蛋 它的體積平均 都大概只有55公克 因為這是台灣本土的機種 所以它本身不會很大顆 但是因為不會很大顆 所以它的口感會比較濃郁 因為它沒有經過 商業驗化後的機種 它是屬於台灣本土的種源 已經在這一塊 台灣這塊土雞上存在很久了 數百年 數千年 所以它沒有經過商業驗化 所以它的土雞 我一般來講 下蛋就只有三層 儘管產蛋率不高 但許子珊仍堅持 以人道飼養的方式 種植不重要 甚至為了滿足這些雞汁 打造專屬的產房 雞的習性 它不會把蛋下在 它的獵食動物裡 容易獵食的地方 它喜歡陰暗 所以必須設計一個 適合它喜歡的環境 它自己會跳上去 然後它會有點高度 然後最好越隱密越好 這些雞 它們正等著排隊 要進產房去產蛋 那它在等裡面的雞 產蛋之後跳出來 它外面這些雞 會跟著跳上去 那有些你看已經等不及了 人家還沒出來 就已經跳進去了 所以這間公寓 生意很好 有三隻 這間公寓生意很好 也有三隻 每顆得來不易的有機土雞蛋 包裝前都得用酒精 一顆顆擦拭 我們主要是要消毒沙門式乾淨 對 因為它對人體有害 所以每一顆蛋都需要消毒 我如果要用75%酒精 一顆顆擦 消毒過後其實 30天後還是滿新鮮的 就它不會壞掉 不容易壞 從上班族轉行養肌 許子珊一路走來的辛苦 媽媽都看在眼裡 也很心疼 我覺得這很辛苦 我有跟她講 跟她講這個很辛苦 你才有辦法 她說要試試看 不然不知道 她有一些困難她不會講 她只會跟我講一些 就是好的 成功的 她遇到困難 在外面遇到困難 像客戶如何刁難她 她都不會講 她怕我擔心 對媽媽報喜不報憂 其實剛開始 許子珊面臨相當大的銷售難題 每顆要價30元的有機土雞蛋 價格比一般放物蛋貴上兩三倍 市場接受度很低 每個禮拜去擺攤的時候 都只有六千 長達半年 就是去台中一趟四個小時 營業額只有六千塊 對 賣雞蛋 就是買的人不多 然後會真的覺得說 那麼一趟到台中去 然後真的是會懷疑自己 說真的適合坐下去嗎 雖然高價的有機土雞蛋 發人問題 但她決定繼續撐下去 慢慢的客人回購 她的蛋品質倍速一定 有如吃了一顆定心丸 證明當初走這條路是對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客 你知道有機迅目 有很多難關要面對 可是我每天都面對 我每天去解決它 我都覺得我每天成長的速度 好像是用十年 二十年 一天就好像是成長了十歲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棒的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而且我會充滿了自信 不像是以前一個 完全都沒有自信的人 口感Q彈 蛋香濃郁的有機土雞蛋 光是蛋黃就佔了整顆蛋的60% 做成水煮蛋吃 沒有蛋腥味 蛋黃香醇綿密 最能吃出蛋的美味 還有用有機雞肉熬煮而成的雞湯 肉質鮮甜 非常有彈性 小美女吃飯囉 早安 你們要快快長大喔 成功飼養有機土雞 許子山更進一步挑戰 難度更高的有機豬 其實這一直是我要做有機畜牧的夢想 因為突破有機豬之後 台灣在有機畜牧的瓶頸 的緩解幾乎可以達通 為什麼可以這麼說 因為豬的難度是最高的 它的食量是雞的百倍 它的疾病的影響的狀況也是雞的百倍 這三隻已經開始進入有機轉型期 就是有機轉正 已經開始進入有機生產履歷 那這將是台灣第一隻有機豬 也是亞洲第一頭有機豬 跟傳統圈養方式不同 有機豬必須採放牧飼養 每頭必須要有1.3平方公尺的活動範圍 一般慣形的豬有沒有 牠們可能21天就離開媽媽 就不吃母乳了 所以有機規定說你不能那麼讓牠 就是說要母乳要吃到42天滿都吃媽媽的母豬乳 牠離開媽媽的就是進場的時候 就要吃我們有機的飼料 不可以吃到外面非有機的飼料 在種種的條件之下 所養成的豬肉才可以叫做有機豬 一場大病讓許子山人生從此改變 從事高難度的有機事務 不僅讓更多人吃到健康安心的有機土雞蛋 自己也從克服重重重困難中不斷成長 親近福利 親近大自然 更讓牠從事健康 心靈更加復充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台灣早期曾經是全世界市占率高達8成的智傘王國 在彰化鹿港有一間擁有30多年歷史的老字號智傘場 從傘谷起家走過智傘夜輝煌時期 無奈後來遇到了金融風暴 大環境不好 產業轉移 他們為了求生存轉型做品牌 近幾年第三代也回家接手 為品牌注入年薪活力 除了機能實用性之外 還推出結合客家元素的文創傘 希望能顛覆以往 大家對傘只是一般生活用品的想法 讓傘成為特別的時尚配件 我們最新研發 它的支架就是用全部碳鉗的方式去製造生產 它只有五根傘架 碳纖維的話 它的原料是比較輕巧的部分 所以把它結合製作在這個傘架上面 再配上我們這個傘布 傘布的部分就是七丹尼的傘布 那這個傘布的話 UV 潑水的效能都有 結合在一起它是78公克的傘 是時尚最輕的傘 從攜帶無負擔 幾乎只有智慧型手機 一半重量的78公克雨量傘 到直徑不到50塊硬幣大小的 極細鋼筆傘 還有以金屬漆膠面合成製作 強調快乾 並有奈米防潑水的傘 奈米潑水的話 它比一般的潑水還要強 因為它會把水跟傘面形成一層隔膜 讓它就是比較不容易吃進去傘面 除了在使用機能上做創新外 傘面材質上也有大膽嘗試 你不要單單看它是皮革傘 以為它是包包的面料 或是我們可能皮的面料不一樣 它這個不只是有皮的功能 它還有就是一般我們雨傘要的 全部都有 那再加上我們這一支傘架 它特別的是在於說 它的傘架不是圓的 它是扁傘架 它是我們所謂新型的專利 叫做圓弧迷你的部分 一般傘面的話 它是尖尖角角的 但是我們為了呈現雨傘的美感 雨傘的美感 就讓它比較圓 比較飽滿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扁的支架 讓它呈現這樣比較圓弧的狀態 75年次的王詩涵 是製傘業第三代 他想要顛覆大家對傘 只是一般生活用具的想法 其實傘也是可以有品牌有故事的 我們應該要順應潮流 然後做出消費者他喜歡的東西 然後因應品牌的部分 然後再加入機能性的元素 把這個東西是變成消費者 他不可或缺的一樣商品 也是能夠激發他內心的可能 小缺性的幸福感的部分 或是幸福感的氛圍 帶給消費者這種很不一樣的感覺的商品 跟品牌的價值 創造自己的品牌價值前 最基本的得先顧好品質 要做出一把好傘的過程 耗時又費工 這是與王詩涵合作多年的雨傘加工廠 從最初的裁入製作傘面開始 就考驗著師傅的功力 它每一種長度都會有固定的一個板型出來 然後甚至各家不同的傘骨場 它出來的傘骨即使是一樣的長度 它的板型可能也不一樣 所以等於就是說 像這種三角板這種東西 就是依據要量身訂做的 才有辦法做出來一個比較漂亮的傘型出來 要不然會有很多NG的傘型出來 製作完傘面 喝完傘骨後 還得以人工縫製的方式 將傘面與傘骨縫牢採算完成 現在目前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加工廠在大陸深圳那邊 那我們所有的製作都是由那邊統一來幫我們製作 但是量少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以現有的材料通蒸好 然後送進來台灣之後 拿過來這邊加工廠給大哥這邊製作 那大哥這個縫線的部分 可能要幫我們再就是再叮嚀一下 然後縫線一定要用那個防水蠟過蠟 消費者一定是隨便收 因為他不可能收得很漂亮 所以消費者收的時候這個傘套的大小 這個鬆緊度是可以的 就不要再做太鬆或是太緊 對 這邊也要麻煩大哥加工的時候 再幫我們注意一下 緊盯每一個小細節地球完美 因為要做魚傘品牌實在不簡單 1960到1980年代 曾是台灣最輝煌的製傘時期 台灣傘居在國外 市占率高達八成 當年王世漢的爺爺 也製作傘谷起家打江山 到父親那一代轉型做成平傘 無奈後期大環境不好 船產陸續外移 訂單奏件生意彩蛋 有一億的金融 放在工廠裡面 那東西完全都不能出 十幾萬檔 十幾萬檔是很多值的 一整間差不多這一間的倉庫 從下面排到上面是滿滿的 我要去盤點的時候 裡面全部都是要趴階梯式的去點庫存 那後來想一想說 也不能全部都是用OEM的方式 所以才會冷痛想說 不然就是自己去創品牌 於是在2010年 由第二代經營者創立了品牌 但創立之初人手不夠 讓原本有意到日本學設計的王思涵 不得不做出抉擇 雖然說很可惜 沒能夠達到我原本想說 去做設計的這個理想 或是這個夢想 但是我覺得說 我可以把爺爺爸爸的事業 然後再去加入一些元素 文創元素 然後創立品牌的部分 然後讓消費者知道說 我們這個做傘的孩子 回來更生台灣創立品牌 我們把最好的品質帶回來 給每一個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腳踏三歲的妹妹王心儀 大學畢業後 也跟著一起幫忙 從我認知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看著我爸媽 他們是做傘骨架這樣子 這樣子每日每夜的在做 因為那時候 我們比較年輕比較小的時候 是剛好是雨傘的輝煌時期 我記得那時候的貨櫃 是常常忙到凌晨一兩點 我都還沒有看到 我爸媽的聲音這樣子 看著我們的 原本的傳統的產業 然後這樣逐漸賣向 目落化的話 其實會覺得有點 覺得心疼 是一份對父母的孝心 也是一份對父親傳產的使命 姐妹倆成了工作上的最佳夥伴 但要成立品牌 就得做出產品特色 最初他們鎖定高單價的 精品傘市場 這些商品的部分上面 除了我們的布料的特別之外 還有我們的就是裝飾的部分 一些比方說水狀的部分 就拿傘頭的一些可能就是 一些皮革的部分 都是加強在雨傘上面 那我們在傘部上面的面料 是做一個 有點像是魚鱗片的這種面料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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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樣子縫製上去的 甚至還能客製化 將照片圖案 利用熱轉印技術 呈現在傘面上 但這樣的創意 與精緻奢華的職材 卻因為單價過高 一般消費者接受度不大 於是他們試著改變 研發實用與機能性兼具的傘 並且結合文創 像這一區這所有的商品 這是我們用提花布 來去製作的新的傘部面 那這個傘部面的話 它不只是提花布 我們還把它增加了我們 就是客家的油桶花元素進去 這個圖案 它是用織布機 經緯線交錯的方式織出來 讓它的這個圖案 比較凸顯 比較立體 就很像一朵一朵的油桶花 撒滿在我們整整的 撒面上面 很有立體的感覺 年輕一代為品牌注入新創意 但有時候衝得太快 想把不夠周全 還是得有人幫忙踩煞車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極力去曝光 但怎麼曝光 可能第二代會比較保守 然後我們第三代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多放 多放一些出去 但是因為收跟放之間 我們要取得一個平衡點 其實品牌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做起來 那年輕人都想說 你不花錢怎麼會有廣告效益 但是你有時候你花的錢 你的廣益效益有收到嗎 你要有一個收成 你也要有一定的成果出來 不是說花錢 那你錢花在刀子口上面 萬一沒有人對不對 經過不斷的溝通磨合 慢慢找出默契 生意也逐漸有起色 到現在看是有見到曙光 以前真的是 哇 開了很多家 其實都是赤字 但是你如果說 你沒有從赤字拿來的利潤 在推廣上面 有了他們的加入 有了他們的想法 其實也讓我們在走這一條路 雖然在走的時候也是很困難點 但是至少有他們的建議 讓我們也可以走得更順暢 做品牌真的不容易 除了雨傘品質把關外 他們還重視售後維修保固 鼓勵消費者愛護雨傘 延長使用時間 貼心服務獲得青睞 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這樣子的東西 我就是要推給你知道 我做的一些比較易品的部分 我也是把它把雨傘做成藝術的模式 來去讓消費者知道說 其實雨傘它真的不是只有使用 它也是也有裝置藝術性 從代工到做品牌 走過30多年的製傘廠 第三代接手 替老產業注入新活力 把製傘當成是門工藝 要讓傘也能成為 展現生活品味的時尚新配件